據警方稱 一名Amazon送貨司機在Saint-Ramont遭到劫持 被迫到銀行取款 幸好事後毫發無傷 事發於星期六下午 警方接到報案稱 Crow-Kan-Yen Road 3100號路段的美國銀行 可能發生了劫持事件 據該名司機稱 當時一部SUV盪上了他的車 一男一女落車後 強迫司機帶他們去Saint-Ramont的一家美國銀行 並從ATM機中提取現金 隨後司機被迫開車前往德布林的另一家銀行 但這次拿不出錢 其後兩名疑犯逃離現場 將司機留在原地 警方沒有提供有關疑犯的任何訊息 而Amazon發表聲明稱 目前該名司機已經安全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fifth 五下午 二十九 五下午 五下午 四十八 六下午 四十八